香港的No.1、No.2、No.3 你們自己檢討一下 是你們做下來的 你們中容中共將港版國安法橫空出世 非法潛建在香港 是沒有經過香港立法會一個正常的 討論修改通過的程序 搞死了啦香港 死了啦 現在不是還沒死 當然 李家超你用多條罪啦 你看你在2019年你當時保安局局長 你是有份用非常殘暴的方式去對付香港的街頭抗爭者 李家超你手上沾滿真香港人的鮮血 現在香港議會這樣的設計 就是要直接擊中這個邪惡的核心 就是她是不能夠容忍由人民當家作主 去真正行使她一人一票的選票的力量 去進行一個self determination 住民自決 香港議會就是破解國安法最重要的一個設計 一人一票 投票啊 公投決定要不要國安法 如果投票之後不要就扔掉它 賣定菜 整好了 整好了 然後等中共一想我們就立刻炒菜 大家就是煲底見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 因為我知道你很忙的 但是關於香港議會這件事 其實我好想問你本人了 你都知道之前袁弓夷他們8個人被通緝 100萬喔 你都是繼續在這個酬委會當中 運作當中是擔任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來的 其實你的心態是怎麼樣?你不怕被通緝嗎? 通緝就擔心不得太多的 做香港人應該做的事 實際上我都是去年8月3號2022年 香港議會籌委會宣布成立之後 一個多個星期已經被香港保安局 就用新聞稿通緝了我的了 當時就沒有任何什麼100萬 沒有任何的圓紅 圓上沒有上格的 當時通緝了三個人 袁弓夷我 還有當時還是籌委的梁仲恆 後來梁仲恆在去年的12月底就退出了籌委會 通緝就繼續有效的 到了今年7月3號2023年就是通緝了8個人 袁弓夷先生排第二 在任劍峰之後 說有一百萬 我就覺得很自殘形畏了 我原來都是零的 意思就是我不值得的 我是沒有的 通緝我做什麼呢? 又沒有任何的圓行 又沒有任何 去年通緝了我 今年又不通緝我 意思就是不再通緝我 我是什麼的身份呢? 去年保安局的通緝和今年的香港警方國安處 的通緝8個人之間有什麼聯繫呢? 警方怎麼採取行動呢? 怎麼將這8個人8個加1加上我呢?當然 怎麼緝捕歸案法呢? 我也很想知道了 所以Anina你提出的問題都是我的問題了 我也很有疑惑 究竟通緝8個加1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的黑名單那些 想怎樣呢?香港警方 聲音又很大 搞到全世界中英文報紙都要追著來問 那夏文又怎麼樣呢?是不是製造一些恐嚇的氣氛 就令到香港的一般市民 海外的香港移民或者僑民 從此就吵吵不出聲 又對於這8個加1 不止了 總之對香港議會或者這些 海外香港人的抗爭的言論 和他們的行動 是不是想達成一種白色恐怖 寒蟬效應 震懾效果 令到香港人從此收爹 就是這個 很多記者都在問香港政府 你想怎樣下一步? 就是有什麼行動呢? 香港政府就是李桂華總警司 香港警方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 在7月3號的8人通緝的記者會上面 就是說我們都是呼籲這8個人回香港自首 就是說說了媽媽女人的事情 你通緝的人 人們都讓你自首 肯定自首就不用你通緝了 那你不如不要通緝他們 等他們無緣無故回香港 然後抓了他們就更好 那現在你有大張旗鼓 又說100萬這樣 搞到他們不回來 就是說你究竟想他們回不想他們回呢? 你想他們回就不要通緝他們 等他們無緣無故回來香港探親也好 旅遊也好 或者因為公務回來 那你在海關裡就抓了他們 那你就一網成禽 大功告成 100萬都省回 就是8個人省回800萬 不知道香港的警察或香港國安公署 是什麼思維去搞這個通緝磅的 是想真的抓這8個人 還是說通緝就是一個名義而已 是的 實際不是真的想抓 只是想嚇人而已 嚇鬼他就嚇人了 智台 等你們在海外 不要搞那個時候 我們是針對你們的 不要亂來 是不是 還有呢 現在他通緝完了之後 就去搞他的家人 是香港的家人 你看幾個都搞了 特別在這幾個人當中 我特別看到那個袁弓儀 你知道袁弓儀大家都知道 袁弓儀 現在應該是在加拿大了 他就抓不住他了 袁弓儀 剛剛在美國回去了 袁弓儀 包括他的適服 袁弓儀 全部都被請了去 我不是說帶走 而是請了去警署 因為袁弓儀始終是一個專具的議員 是嗎 請他協助調查 就沒有說抓他們 而是協助調查 你看看 接下來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袁弓儀還有第二任妻子 就是前 前任妻子 大家都不知道外製的前妻 和他的子女 兩個都被帶走 其實這件事似乎 可能對你們香港儀會的名頭下的人都很緊張 我所看到的就是這件事 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沒有緊張 沒有緊張 我唯一就是很不滿意袁弓儀 前妻子第二任 你沒有告訴我 我不知道 誰都不知道啊 還說是美國籍的啊 我跟著又問在節目裡面 就是星期四的袁弓談天 你還有多少家人在香港的? 多少任妻子? 是呀 你還有多少藏起來的家人啊? 就是開玩笑的這麼說 問他 他當然不需要講這些詩隱給我 就是說這些前妻 這些帝任前妻呢 就是Stephanie Downs 她是姓美國籍的 她的最後名字是V-O-W-N-S 那就是在97年還是98年就已經離婚了 袁弓儀都跟我說 已經 哇 真的十幾二十年都沒有來往的了 是唯有她兒子啊 原來滿 帝任妻子 還有女兒原來熟 只不過是間中 會在社交媒體上 大家問一聲啊 基本上是沒有來往的 因為始終都分了手嘛 是不是? 就是看到離婚了 直到不是分手了 都經過一個法庭的程序 就是有打過官司的 很明顯就是打官司就是不是很愉快啦 反霧的意思呢 幾乎是吧? 是啊 那怎麼會經常往來呢? 但是香港警方和港共政權 以致中共呢 就是要搞你們 告訴你 你多親多疏 總之跟你員工兒 癡上關係的 就是我現在就擔心她其他那些遠房親戚啊 那些疏堂的那些兄弟姊妹啊 或者是親友都會被搞啊 就是警方做這些行動呢 是違反了西方現在普通法下面 一種無罪推定 還有一人犯罪一人當那種 就算你當員工兒犯罪 當然現在法庭都沒有審過她 也都沒有被報 更加不要說審 不要說定罪 就是涉嫌而已 就算當她有罪 都是她擔當而已 關於她的兒子什麼事? 她的兒子全部都成年人了 她的兒子全部都成年人了 有她自己的一個獨立的 individual 是一個獨立的 entity來的 在西方社會這些完全 你老舊你喜歡搞一個議會 其他人 贊成也好 反對也好 完全是不應該受到株連或者被連助的 但是中共原來就是最封建的政權 恢復回 復辟回 封建社會的連助法 找她的家人 其實中共這個做法 是由來有久已久的了 它是很喜歡將國民變成了人質 你知道中國大陸很多人是移民了西方 但是中共批簽證的時候是往往不會被全家走光了 一定留回她的家人 最封建制 一個兩個 最少都一個兩個 直系的主要作為一個人質 就是說你在海外 你如果說一些對中共不利 中共認為你會危害她的政權的說話或者行動 你在鄉下或者在中國大陸的家人就會造成欲心的效應 用來牽制著你在海外的人的口 中共這些這麼橫幻 這麼違反普世價值的行為 是七十幾年都這樣做 所以現在它在香港搞這些去騷擾 這些被通緝人士的家人親友是絕不為奇 而且尚未結束 現在八個被通緝的已經知道至少有四個的親友 親友主要是被搞 總數已經有十六個 這四個被通緝的 分別屬於這四個被通緝的家人 有十六個人是被搞 我相信還沒完 只是剛剛開始 是要製造很多一個叫做 Ripple effect 漣漪效應 是搞到香港人 無論在香港本土或者在海外 有一種心理威脅 你看看你被人通緝之後 你連在香港的親友都沒有一口好吃 要製造這種Ripple effect 不路的煩著你們 讓你們以後那些沒有參加香港議會的那些 一般香港人 就有一種保持距離好些 但是這種心態是沒有用的 你保持距離都不能夠幫到你自己 你以為切割 結果中共就更加得寸盡邪 其實我之前跟你聊過 我覺得Victor 你對中共都認識得非常清楚的 包括海外一些動作 他們的手法 在這種震懾之下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擔心過是香港的親人 你應該都有些親戚在那邊說 在香港說 我跟員工的看法一樣 我所有在香港的親人 個個都是成年人 我父母已經是超過90歲的 要搞 你搞幾十歲你就搞了 第二 我跟香港的親人基本上已經割斷了關係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從讀大學開始住入宿舍 已經脫離了我家裡 然後我讀完大學我已經成年人了 現在我讀大學的時候還沒正式 還沒夠21歲的嘛 當然帶了成年人 我就一直都是離開家裡 在外面住 打工 自己養護自己 養護自己和自己家人到今天 在香港的家人 對於我移民是沒有反對 也都沒有贊成 就是各自自己喜歡 而且我家裡要移民海外的人不單止我 我對上的大家姐 也都是移民了美國 我們的家族就得最清晰在移民有紀錄的就是我 就是number two和number one number one 就是我大家姐 number two 就是我 我家裡的大兒子 其他全部都在香港 我家裡的兄弟姐妹超過半打的 如果搞你的話 很多人都要搞 這麼多親戚 是啊 很煩的 不關心你 我家裡一聚餐 要走樓整個廳包起來的差不多 這麼多人 你就搞了 而且搞也沒用 因為他今天不知道我幹什麼 不行 我也都不會要求我家人在香港做些什麼 或者不做些什麼 因為根本就是我的事 所以就算香港警方去搞我香港的家人 都是只有一個做字 哦 這樣也是 國安經費130億 怎麼花呢 但我家人可能都花不少錢的 可以花些錢 製造就業機會 但是國安警呢 終於都有一些事情做一下 在他們來說呢 就明正言順 收一份糧呢 就不用給別人機嫁 那都可能是對的 是做些事情嘛 但是可以說 陀勞無功的 我香港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幹什麼 他們都是看 跟Alina一樣都是看YouTube 都是在網上 社交媒體看到 他們要了解我都是跟你一樣的 那你有什麼好搞呢 搞我的家人和搞你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我就沒有擔心的 當然我在加拿大的人都會有一點點衝擊 心理衝擊 這些是無可偉言的 人之常情的嘛 但是事到如今 只能夠說我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 我做的東西 在我現在所住的國家呢 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是沒有犯法的 和爭取公平正義 都是每一個現代人 必須要持守的基本價值 而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 也都是普世價值下面涵蓋 我們選到 或者我和我家人 選擇都來這裡住 就覺得自由民主 人權法治 平等博愛 公平正義 都是我們覺得好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才擁抱這個新的國家 就做了加拿大人 或者有些人就做了美國人 我們做這個國家所支持的東西 就是為香港人爭取公平正義 如果我不做 我才覺得自己不是人 你就自由了 然後你自己落逍遙 然後你安享晚年 然後你一切與我無關 自身是愛 然後我自己就是享受自己的小確幸 我覺得自己對不起我出生的地方 也對不起培育我這個地方的這麼多人 我在香港生活不是一個人生活的 是很多人幫助 在這個地方成長 是我自己有今天的何某人 香港是我的 人欲我成長 塑造我人格的地方 我做回一些東西 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 我覺得已經很卑微 很小意思 而且很安全的地方去做 如果我這樣做 都被人說 你做好一點都不實際 你把香港人置於險境 你做一些投票 就在網上把香港人的資料洩漏 我只能夠解釋 有人被小鳥鎖住了 我就是在外邊 打開鎖匙門 就想放小鳥鎖出來 希望你都可以享受自由的風氣 自由奧場 但是在雀籠被鎖住 那些人居原 拿東西拍我 叫我不要開鎖 你怎麼搞的 你騷擾我們固有的生活 然後我繼續打開門 想放他們出來 力圖放他們出來 然後他們說 你進來吧 你進來吧 裡面好啊 外面危險啊 你不要去外面被外國勾結你了 你不如進來吧 我覺得現在有一種氣氛 當人 當外邊的人想打開雀籠 釋放這些被困索 做了囚徒的一些同胞 或者是一些同種同盟的人 是受到抵制 受到抵抗 這種奴才奴隸的性格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是我們都是要盡我們的能力去做 做得到就做 做不到我們都無怨無悔 因為我們盡力去做 如果我們盡力去做 還被人說我們多事實 搞搞振 沒有光顧 我們只能夠默默承受 因為在農裡面的人 原來他們知道普世價值的好處 不過他們是想知道 他們不是想真正去享受 我們都沒有辦法了 我們做了我們已經做過的事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了 我們做我們很卑微的貢獻 在安全自由的國度 我們有什麼大犧牲 我們現在不是由川中山那些 林國民那些與妻決別書 明天去搞革命就會被人斬首 我們都不是做這些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本事 我們都沒有這麼偉大的情懷 我們都不會認為自己做這些事情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麼美麗的誤會 沒有啊 我們做不到這些事情 我們自認是很卑微 我們做一些基本上世界上 現代人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看到有人有困難 有苦難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提供一些方法 讓他可以脫離 就算不可以脫離 都減輕他的苦楚 Alina 我只是這麼想 其實我很想知道 你參與了這件事 這個是很榮大的工程來的 對我來看 因為我覺得很多 對我來看很多困難 如果真的搞的 很多困難在哪裡開始 還有你做這件事實質的意義 會不會令到他們明白 你所作的這件事 和你拿一條鎖匙開著洞鎖 放他們出來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直接幫到他們 放他們出來見到外面的藍天 大海、廣庫的空間、世界 會不會真真正做到這件事呢 剛才我說的例子都是不完備的 現在未必是被困住的人 阻止你開鎖 而是有一種更邪惡的政權力量 去阻止你開鎖 香港議會就是想打破這個邪惡之手 去阻止開一個鳥籠之門 去釋放這些被囚禁的人類 這些人類都是我們自己同種同盟的人 現在香港議會這樣的設計 就是要直接擊中這個邪惡的核心 就是它是不能夠容忍 由人民當家作主 真正行使它一人一票的選票的力量 去進行一個self determination 住民自決 它們就不容許人民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還有它們需要什麼政治制度 香港議會是提供這樣的平台 現在我們面對的更大的 就不是一些普通人阻止你開鎖 而是政權力量阻止你去把你的信息 帶進去被囚禁住的香港 而囚禁住的最大的一個利器 在中共來說就是國安法 香港議會就是破解國安法最重要的一個設計 一人一票 投票啊 公投決定要不要國安法啊 如果投票之後不要就扔掉它 若然還是中共統治的話就是這樣 當然香港議會設計是為了後中共時代的香港 光復香港的一個政治議政的平台來的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槍沒有炮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財沒有力 我們知道我們只有一種追求自由的心 和追求公平正義的一種意志 我們希望這個意志透過香港議會這個一人一票 有民意授權之下使到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就是國會議員可以行使他的權力 得到國際上的認同 然後連同國際上一些like minded的國家的議員 一起向中共施加壓力 要令到香港人現在受苦受難的程度有所減緩 進而令到中共都應該跨台 當然我們沒有這樣的妄想 說一個議會可以連到中共跨台 但是在它跨台之前 我們在海外設立了一個制度 一個議政的制度 就防止中共跨台那一刻 香港出現了暴民政治 被中共的代理人和他們的爪牙鷹犬 是混水摸魚 搞斷了整個香港在做中共之後的秩序 所以香港議會就是防止 就設計一套制度是參考美國獨立宣言 參考英國西民紫色國會制度 然後就由這些第一屆的民代 我們叫做民意代表 西方叫做MP議會的成員 去草擬 開始草擬 後中共時代的香港建法 所以我們的立意不是很多人心目中說 騎劫香港人 我們也不是排除香港人本土的人 香港人投票 香港本土人的投票 我們現在設計的那個投票 網上安全投票的機制 是已經設計到沒有什麼機會 讓中共在網上去追蹤他們的投票紀錄和個人資料 我們已經設計到用了一些APP 但是不是APP store的APP 是在網站上面的APP 是不需要你下載的 因為你一下載就會被人追到的了 是我們開發一個APP 讓你投票的時候 是在fright mode 叫做我們坐在飛機艙裡面 要按飛行模式的 是 和外界斷了聯絡 和所有互聯網斷了聯絡 在上面就是那個軟件 那個APP就會把你的護照的底頁 那塊chips一讀就知道你是 Place of birth Hong Kong 那就是香港人 然後呢 它就會將你讀到的晶片 就變成了一個加密的訊號 就是好像Bitcoin 加密的訊號已經不是你原裝 你進來的時候 變成一個訊號之後 然後你當然是投票 你用這個加密的訊號投票 投票之後呢 你選了一個APP 讓你知道了1到35個候選人 因為我們第一屆是預算有35個議席的嘛 你選了多少個 你可以35個都選了 或者35個 我只是選了十幾個 將他們的號碼弄上之後呢 然後你呢就是 就是銷毀了你個人的資料之後呢 然後就關回那個Flight Mode 或者Airplane Mode 那你出回來呢 就去了那個互聯網 然後呢那些票就會 因為你現在是加密的身份去投票嘛 就會送去那個投票中心 就是在網上的 網上 就這樣嘛 明白 其實我想知道 為什麼你一定走第一個步驟 你的護照底都要過了一個app呢 證明你是香港人的身份 因為護照才有你出生 凡是香港人拿到外國護照呢 都會寫著Place of birth的 是的 於是Place of birth 就是指你是香港人出生 不是香港人 在香港地出生的就是香港人 是的 那如果你不是香港出生的 例如袁弓兒 她在上海出生的 是的 那於是你就要提供一些在香港生活 超過7年 7年或者以上的資料 可能就是身份證 那到時呢 我們會有一個OCR 就是用光學拍攝你的證件 輔助的文件 例如香港身份證 都是和你的名字是對的 OK了 那就是合資格選民 哦 你有這個身份 才有一個合資格的選民 如果不是你中國大陸人 你本身現在在中國 沒有資格參與香港的選舉 就是為了辨別你的身份 你是香港人 沒錯 香港人的我們的選民的資格 就是你在香港出生 或者是連續7年住在香港 還有你是在香港生活過 7年以上 7年以上又生了第一代 第一代的子女都可以投票 而第一代子女可以在香港出生 都可以在海外出生 是 那就很簡單 就拿到那個第一代的出生子 上面肯有個母親的姓名 至少有母親的姓名 通常都是父母的 那裡可以證明那個小孩是合資格選民 因為你香港出生的父母 你下一代 最重要的是 真是血親關係 那就是下一代 第一代一 下二代都不行 下一代的子女都有資格投票 網上追查不到的 但是通常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有些人可能就會執著 是這件事情 說 我的資料是我的私人 譬如說我的護照 是代表我的身份 我所有的私人 全部的信息都在這裡 你說安全 我先回答你 因為掃了你的護照背後底頁的資料 在你投票的時候 投票的那個選民是可以 刪除 因為掃了之後 你已經拿到一個加密的信號 那些之前掃了你的護照 那顆cheap的資料 你就刪除了它 不會在你投票之後 存在網上 絕對不會 我們都不會收這些資料 我只不過要你的資料來做驗證 驗證完之後即用即棄 那你說第一關通過了之後 就pass了 pass了之後 我不會說keep你的資料 而是我pass了第一關 過去了 然後馬上就刪除了它 erisk了它 就是這樣了 那我現在去到下一關 下一步 下一關現在是加密了的信號 你的身份已經是不可辨認的了 已經變成了好像比特幣那些信號 那個信號就是你的ID 就是這個ID Arena是universal的 下一次要做公投的時候 這個ID是繼續有用的 就是說不是一次過 這個加密的信號是看不到你的姓名 看不到你的出生地 看不到你投什麼人 但是變成了一堆符號 每一個人都獨特的 然後變成了你的選民的記號 在投完票之後 下一次可以用這個來做另一次公投的 都可以的 所以 就是你投一次票 原來你變成一個新的加密的信號之後 你的身份是可以以後不斷投票 而且是只有你獨家 獨自一家 別無分店 別人又追不到這個是你 所以是一次投票就多次功能的可以 是 那我想問回你另外一個問題 我看到袁公義接受美國之恩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了 他經常在香港議會的仇委會的名單當中 有受到爭議的人士 他就說是有知名網會的主持人 因此拒絕參與籌備工作 那這個怎麼解讀這件事呢? 我們籌委會的成員 就是講句俗話 就是來自五湖四海三三五惡 什麼人都有 主要都是非共產的人士 不信奉共產的人士 我們就會邏輯成為我們這個籌委 記住 選民不是投票選這些籌委 這些籌委都是工作人員 和他們的任期很快就會完結了 是未來三數個月之內就會game over 籌委就會將選舉法定辱案 投票方案定實了之後 就會交給選委會 選委會宣佈成立之日 籌委會就自動解散 所以將會去監察這個選舉的工作 不是籌委會 籌委會只不過是一個事務 是一個前期的一個可以說很 啟動和行政方式的 到了籌委會去到選委會 宣佈成立那天 籌委會已經不存在 一起交給一個法定組織 就是選舉委員會 Election Commission 就由他們的選委會 決定選舉的運作 候選人、選民 以至於投票、政綱、辯論 以至於收到投訴 或者有些違規行為 選委會就作為一個裁判去裁決 那些選委會將會有一些外籍人士參與 到時外界所說的籌委會 有些什麼網台、不喜歡 那些他們已經退了下來 他們都不在選委會的了 那麼選委會基本上 都是在十個人所有的成員 就會決定了整個下半年 整個選舉工作的運作 還有最後的一錘定音 一些有公信力的國際人士 當中包括一些國際 一些西方國家的議會的成員 或者是前議會成員 或者是一些學術界有地位的人士 所以如果還是根根計較於籌委會 個別的人的身份 就未免有一點點放大了這個問題 不可能Alina 每個人都這麼喜歡的 只要她沒有犯法 我們覺得就不應該過度去批評 雖然他們的做法 或者以前對香港的抗爭運動 有這類那類的批評 但是最重要 她今天有沒有犯任何國家 或者地區法律預備定罪先 如果沒有呢 是我們覺得觀感上不好 我們要檢討啦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 不是選他們做議員 是他們 只不過是一些事務人員 到了後面 遲委會之後呢 選委會去做事 所以大家 還去根根計較 很短時間之內 就已經無效的籌委會成員 我覺得有些少許射錯了焦點 其實我一直很想問你的問題 你剛才說了 在香港讀書 在香港接種了很好的教育 接著有今天這個成就 其實你一直可以說是挺順暢的 還有你那個年代 我想八、九十年代 香港經濟騰兵 社會繁榮 你們都經歷過 很享受的 非常飛煌 很美好的年代 你知道現在不少年輕人 就無奈走去英國 走去其他地方 剛剛去了一個地方 其實很艱難的 我看到有媒體訪問他們 他們有些人就哭著說 其實我們無論如何去香港 會有今天 還有我們都打算畢業了之後 去香港工作、結婚 有一份工作 就是大一份工作 還有結婚 有自己的家庭 都沒有想過會有今天 特別是很多年輕人 真的很想知道 你們那時候這麼好 很羨慕 你們可以經歷這個年代 我想包括你 包括很多走去外面的香港人 都想做一些東西 在香港 是不是跟我們講講 你那時候要多好呢? 你在外面想做的東西 是不是為了保留著 或者是真的想留著的東西 或者想再重建那一部分 就是失去了那些繁榮、美好的東西呢? Alina 歷史就沒有如果的 歷史又不會回頭的 我們經歷過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香港可以說是英治時代 最輝煌、最高峰的一個經濟表現的香港 我們是一個幸運兒 我說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些叫做戰後的嬰兒朝一代 我們是受惠者來的 為什麼我們受惠者 我們共產黨 跟著到我們去逃避香港 港共政權 一模一樣 我們是逃難的民族 我們是一個走難的族群來的 我們可以說是東方的猶太人來的 我們一直逃避這些暴政 我們不想我們的下一代 又繼續這樣不停的 了無其的逃避暴政 所以我們想一下 我們都要建設一個民主制度的香港 過去香港人呢 就是吃的那些民主政治也好 香港的管治也好 是遮來之食 英國人跟我們整好菜單 搞定了、煮好了 我們走過去拿著雙筷子就開餐 但是今天香港議會告訴大家 對不起筷子沒有 對不起菜單都沒有 對不起沒有人煮給你吃 對不起連桌子都沒有 現在要你想菜單 民主菜單在哪裏 是大家要去想 跟著有菜單之後 誰還買手啊 對不起沒有啊 你們要自己買賣啊 跟著買回來誰要洗啊 又是你啊香港人 洗完之後誰要煮啊 是不是有個大廚要做啊 對不起啊香港人 你選個大廚出來煮啊 煮完之後 哪個人捧上桌啊 Self serve 你們自己捧 跟著筷子在哪裏啊 刀叉在哪裏啊 還沒買你們自己買 我們現在講給香港人 全都是做的 做的自己 香港議會是DIY來的 不是別人設計好 買買洗買煮買切買 補買上桌 你舔手就吃 No Way 如果你沒有這個心智 由想菜單到飯桌旁邊坐下來吃 你沒有這個心智去完成 你不要吃 你寧願餓死可能 我們現在就香港人在政治上不可以餓死 趁著中共現在弱勢的時間 我們就要快點想好菜單 賣定菜 弄好了 然後等中共一想 我們就立即炒菜大家就是煲底見 大家就煲底開自助餐 到時就不需要再想菜單了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出了一個選舉法的徵求意見 那很多人有意見 很正常 贊成反對 都是很好 罵都是好 罵總比不罵好 罵就是你都有感覺 如果你無知無覺不屑一顧 那我們就很失望 越罵得空 我們覺得越寶貴 越是批評到體無懸夫 我們覺得越是 對了 原來你是很介意 你很在乎吃什麼菜 你很在乎這餐是什麼人去煮 那就是你有煮人用精神 就是說你想self determination 你喜歡住民自決 好東西來的 所以罵的 讚的 我們都覺得是正常 正如一個議會裏面 不是清一色 我們不是搞港共政權 清一色九十席 愛國者治港 我們不提這些 我們不喜歡什麼愛國者治港 我們就改成愛港者治港行不行? NO! 我們不需要用這些大前提 我們只需要你們每一個人都愛護你自己 愛護你身邊的人 愛護受苦受難的香港人 愛護坐牢的那些人的前途和他們的處境 那這就是一個合資格的真香港人 那你就應該參與香港議會 無論是參政或者是投票 若果你連香港現在坐牢的那些 在街上被人移動 穿著黑衣 被人鬥的那些香港人 你都無知無覺 然後你一走了之 走在外邊就大魚大肉 然後就在那裡浪費命 誒 我早知道共產黨來了 所以我走了 然後你們在那裡受苦受 不要搞這些幸災樂禍 這些是沒有人性的 你貴為香港人 說出這些話 做出這樣的行為 你最好就讓自己知道 不要讓人知道 你不去幫香港人也好 你不說話就當幫香港人了 所以你現在不是說話 只是投一張票而已 而你投一張票去選出一個有象徵意味 跟中共那種反民主 反自由 反人權 反人類的現狀 作為一個強烈的對比 放在國際上 說給全世界知 香港人是不甘於被載割 我們要自己作主 我們不要任何政權 幫我們指指點點 我們香港人就是一個真正自由自主 是有民主素養的族群 至於香港將來是獨立成國 還是歸英 或者變成一個自由史 或者是國際共管 不重要 每個選項都有可能 但最重要是每一個香港人 海內外 都要動手 不要靠別人煮給你 舔手就吃 沒有這支歌唱的了 如果你不想參與 又不想犧牲 要別人做好了 然後你跟著 啊我投一張票 我又不參與討論 然後跟著 我又不一定報底見的 不過你投票 哇 要我拿護照出來 不要了 如果你這麼多嘰嘰嘰嘰嘰 你都是不配做香港人 香港人是不怕犧牲 你看2019年那些年輕人 老順都未生齊 就要知道自由的寶貴 他不想被共產黨控制他一輩子 十幾歲的年輕人都知道這樣做 你幾十歲都不會保護自己的族群 保護自己的狗命 還在那裡踩小孩 然後跟著 人家幫你去想一件事 去準備開鎖 解放你的地家鎖的鎖頭 你就是說 喂 你開鎖的方法不太好啊 如果這樣 你只是 只配做奴才 只配做永世做奴隸 你只配給那些皇帝 淹了你做太監 因為你根本就不想做一個自由人 香港議會講給全世界知道 真香港人是全世界 一樣追求自由 追求普世價值 不要暴政 不要獨裁 我們看到中共過去二十幾年在香港 將我們租制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們現在講給中共 講給全世界知道 我們自己現在站起來 我們自己離任 我們不會靠英國 不會靠美國 不會靠任何星球上的國家 我們香港人就自己動手 我們拿走選票 告訴全世界知道 我們就想這幫人幫我們看著這個檔 我們就選他們出來 我們就有我們的勇氣 有我們的信心 不是等你們教導我們成功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變成了外國的附庸 然後自己呢 就是 美國 巴奇 巴奇國好東西 英國好東西 我們不是要靠外國人指點我們做事 我們自己會做事 所以我們雖然在外國 在海外成立香港議會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的國際背景 只有香港人做我們的後盾 無論你在海外 或者在香港本土 都是香港議會的後盾 如果這個平台撤了出來 你們不領情 不願意參與 我們都無話可說 只能怪我們做得不好 不能令你們放心 我們要檢討 現在就是大家給意見的時間 追求一人一票 普選 雙普選是五大訴求之一來的 大家不忘初心啊 為什麼到真是實踐 五大訴求 雙普選 我們現在還沒有雙普選 我們單普選 宣選的議會 所以大家就開始會覺得好像不妥呢 為什麼這麼業工耗農呢 Lina 我就不太明白了 所以你們會有一個名單 還是大家初步的名單 是大家提名了 還是你們有一堆名單讓大家去選呢? 沒有 沒有 你自己創造 沒有的 份名單 都是自己的 我們沒有指定候選人的 Lina 現在有指定候選人 你就是中共了 我要選他 要保證他當選 其他的不要上來 這些就是指定 這些就是家長式民主了 我們是信奉Glassroot Democracy 是民眾自己出來投票 出來參選 不需要有份名單 所以是大民主來的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 哪有這麼大的隔膽隨街跳啊 我想參選 你就給我參選 是啊 有人提名你 通過了我們那個選舉法所說的候選人的資格要求 是符合了 任何人都可以去參加選舉 我說你要 哎呀 以前我做過區議員 我做過立法會 或者我做過什麼 我是什麼公司的CEO或者CFO 沒有這些要求 英文不是多好啊 沒有這些要求 有心幫香港做事 語文不會成為你的障礙 有心幫香港做事 你的就業紀錄 或者你的參政紀錄不會變成一個問題 就由香港議會開始就可以了 出回來的香港人 都是少數 大部分香港人都重來是香港 但是現在香港的情況 都想請教一下你香港的出路 在哪裡呢 在哪裡呢 我剛剛看到的政府統計數字 第二季的經濟 其實不出大家的預料 各樣都不行啊 不要說股市流市 一談糊塗 一談死水 所有的數據全部都是下跌的 你看看GDP 都是下跌 多個支柱的產業 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不用看這個數據 就是看多少人去到過關放假的時候 寧願去大陸或者機場去日本 去台灣去玩 它都不是本地消費 你看藍具方多冷清 你就知道了 疫情之後 疫情之前有多少人呢? 疫情好像鬆綁了 放開了 但是有多少冷清 多少人呢? 晚上基本上街道 以前香港是不夜城 但是現在很冷清的 還有這次的數據也看到了 庫房 剩下7000多億而已 可能隨時見紅了 香港限入的載務危機 你如果說你怎麼形容現在的香港 那香港出路又在哪裡呢? 解靈還是靈人 都說了 中共你做成香港今天 你中共自己解決了 你中共不解決 就別人解決中共的了 很簡單 你中共不解決香港問題 就是中共要被解決 《國安法》當然是始作俑者 你下了《國安法》 你預計了今天香港是這樣的 三年前一出《國安法》 大家已經知道香港死定了 三年前已經預見香港死定了 因為香港是一個出名的 百多年都是一個自由市 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 是沒有關稅的 香港就是靠政府高度不干預市場 才是積極不干預 香港就是要靠政府 是大社會 小政府 有成熟的公民社會 發揮每一個人的創造力 是食四方飯 和國際上一點溝通的問題都沒有 香港人兩民三宇四宇是狠狠的 加上一些鄉下話 當然 但是你今天整個《國安法》 令到香港肅殺 是對的 其實就是殺雞取卵 是 你令到那些2019年抗爭 銷聲匿跡 記住是銷聲匿跡 並沒有消失 因為這個矛盾沒有解決 只不過是潛藏在社會的各個各落 你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你只不過是用大石砸死蟹 用《國安法》這些粗暴橫斑 非法的手段去振服香港人 結果你現在吃苦果 你搬起石頭來搭自己腳 這個是港共政權和中共應得的 但是苦就苦在香港人 要陪葬 跟著你吃苦果 今天香港的經濟局面 包括李家超被拒絕參加 2023年11月在三藩市開的APEC的領導人峰會 是咎由自取 就是因為2020年8月7號 李家超被美國財政部制裁 就因為你是破壞人權 是損害香港的自治 而當然李家超你還用多條罪啦 你是在2019年 你那時候保安局局長 你是有份用非常殘暴的方式去對付香港的街頭抗爭者 李家超你手上煎滿真香港人的鮮血 當然不可以漏掉鄧炳強 這些都是軍頭來的 這些是香港人的敵人來的 今天你是賣主求榮 賣了香港人 投得你的功名富貴 享受你的雲華富貴 每月收三四十萬以上的人工 每一位 你們是沾滿人血饅頭的 你每個月的糧 你搞成香港這樣 香港是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你們自己檢討一下 是你們做下來的 你們中容中共將港版國安法橫空出世 非法潛建在香港 是沒有經過香港立法會 一個正常的討論修改通過的程序 這些已經是違法非法的 到今天壞事實際都會有壞惡果 那不可以怪人的 這個不是香港應得的 只不過你們在2020年6月底開始 已經是將香港判了死刑的了 經濟、社會 沒有了公民社會、沒有了新聞自由 現在言論自由都岌岌可危了 若不是有個法官這麼清楚 你這麼願榮光歸香港 於是無保的 因為你國安法裡面 願榮光歸香港已經被你說是違反國安法 那你還申請法庭禁制令 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不表示香港復償的 沒有 只不過給你多一大口氣一點點 但是香港被你搞死已經是板上丁丁的事了 搞死了啦香港 死了啦 現在不是還沒死啊 所以搞死香港之後 Alina你問我怎麼辦? 但是唯有就是中共退場 然後香港才有肉火重生的機會 如果一天中共不退場 繼續玩下去呢 香港死完又要再死 死過臘肉啊 因為中共 所有經過它的暴裂 粗暴的統治是騙草不生的 你看看北京河北、華北的水災 那種反人類 那種將人民當作草戒都不如 草戒都尚且有生命的 完全是無視民眾的生命 領導人一個都不去慰民 又不去現場 連民間拯救隊都要趕人走 又拉又鎖 民間拯救隊都冒著生命 在水災救人 是保你的公安武警不足 你又說有大數據 你又說檢控科技 又說國家有一個很原備的監控系統 去到水災 你們做了些什麼啊 你公權力做過些什麼啊 結果你現在就為了保住鴻安新區 為了保護北京 將近郊州等地 變成了北京的護城河 用來做洩洪區 這些是謀殺人民的行為 難怪你習近平不敢下區啦 難怪北京市長沒有了影啦 什麼國家來的 只有台灣總統蔡英文副總統 向你發出慰民電 其他的西方國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好像沒有人去 認真去解救那些水災的災民 只有法國 歐盟那邊說願意幫中國 如果你們有要求有需要 我們願意幫 你看看人家 不關他事啊 都看不過眼 就是說你想怎樣呢 現在這些領導人 個個都好像忍了刑 叫走去什麼 北戴河 北戴河避暑啊 這些這麼沒有人性的政府 怎麼可能在地球生存啊 那裡過百萬災民啊 啊 還要現在計算在東北 連夏糧那些大米都失授了 被水浸 去到東北上千萬災民 政府可以沒事發生 中央電視台可以將這些雨災的新聞 排到第15分鐘以後 播了十幾十六十七分鐘 才有一條輕輕大過的水災的新聞 綁忽水災後好小事 那香港人就看到這些東西 知道我們靠不了這些這樣的 不像樣的 根本就不是人的政府 你看他對自己人民都這樣 我香港人是算老幾啊 所以香港人一定要自救啊 香港議會就提供那個平台 給你們表達你們一人一票 選你的代表出來啦 你們有資格 你們有能力可以管好自己 不要再靠那些外來政權啊 我知道外來政權不一定是中共啦 包括西方 英國 美國 要壓自己啊 剛才我說 Do it yourself 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就說 你剛才說了香港都死了啦 現在的問題就說 在這個已經死了的屍體上面 再加了一百 你看到星島日報的報導 警方國安署已經制定了針對丹麥的藝術家 就是國生之處的創作者 高志活對他採取這個拘捕的行動 還有要研究將這個案件送中去審訊 第一就是很荒謬啦 高志活是一個丹麥的藝術家 是國際知名的人士 他弄了一個國生之處在香港 在香港大學就放了很多年了 現在就被政府沒收了 現在又說研究怎樣緝捕他 最離奇的就說要將他緝捕送中 這個是支持悼念六四何罪之有呢? 他弄了一個雕塑作品悼念六四 就算他繼續有其他藝術品 都是為了悼念六四 都是一個很人道的 是有一種普世價值 有一種同理心 六四八九年那件事 死的那些是全部你們都是中國人 他作為一個跟中國無親無故的一個地球人 他有一種同理心 感同身受 對於受難者 死難者 那就有罪了 那現在就要捉他送中了 所以這個很荒謬啦 就是香港政府 包括國安處也好或者警方也好 繼白人通緝綁之後 再做另一件好 叫做俗話說叫做擦出國際的事啦 我覺得他們好東西不做做到都壞了 那就令到香港好樣子壞 所以香港死多幾錢重啦 就是多了這些這麼有 這麼有這些野蠻 統治基因的香港警察去想起這些糞便 本來都忘記了啦 你收了別人的國殤之處 都不知道你擲在哪裡 人家準備要告你 毀壞他這個私人物件啦 那麼現在你倒過來說要緝捕他 還有要送中 送中就因為他可能是要悼念六四 那就是說六四你很介意啦 中共你很在乎人家 整天都記住六四啦 就是六四你犯下離天大罪 你想掩蓋 你想全宇宙的人都要收口 不要再說六四 是做不到的 六四是一個歷史有紀錄的東西 改不了的啦 你一個政權 是等待歷史審判 六四那些當時的那些人 將會受到戰反式的審訊了將來 我們今天訪問差不多了 Vector有什麼補充呢 差不多了 多謝你訪問 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希望下次有機會大家再聊 好不好 好啊好啊 多謝你啊 好 多謝你 拜拜